4月22至28日 連續七天有這個精彩預售 今次是INNO 64 1比64系列 日產R32戰神Pandom電腦版 預訂版本 預訂就一定有的 另一個產品就是Tiny自家品牌 1比76Skynea香港消防泵車的商品 都是22至28日 在Tiny網上和實體店有得預訂的 價錢都是一樣 169 元 大家留意一下 好 玩具TV 這次不用說第幾集 這次旁邊有一個英俊和一個美女和一個男人 要說什麼都不用多介紹 看一看枱頭上這堆精彩的 我先不要說什麼 擺設 這次要和大家介紹的就是有少少香港的特色 好 兩位先介紹一下自己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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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介紹一下自己 秋風通的那件 What dólares 可能嗎 ~~~ 但我 either going to など 這次要是 ==我是馬沙吉虎 還有 Elle 今次Tiny還有兩元大將在後面監禁軍 我不想再多介紹 反而既然有兩位Tiny的朋友上來 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枱頭的車 或者玩什麼好先 玩了地鐵 再說一遍 最近我這一輛的內力 或者我再多說一些 我在地鐵工作了十年 不過不是太關於駕駛的事 所以怎樣也好 有一點情懷在這裏 不好意思打斷了兩位 可以繼續 前輩聽聽 他們歷史又舊一點 算了吧 都坐過的 沒有坐過就騙人 這是最早期的地鐵車廂 是嗎 是的 可以介紹一下嗎 由地鐵一開始 1979年開通的時間 是用的第一代車廂 是可以看一看 車尾的位置 其實是有透明的部位 可以看到內部的架構 可以看到內部架構 這是我們這輛列車的特別之處 厲害 是的 前面的線路 其實是之前的總站油麻地 但現在已經是總站 現在已經是總站 那條紅色巴 最經典的 最經典 對 一見到回憶 好 其實我都比一比 整架都是金屬的 是車底的 沒有辦法 所以如果 其實也有一句 玩車 我幫幫忙 看看能不能鬆開 一定是這樣玩的 沒有話 本身是這個絨面 不過 車底都很滑 我給大家看看車底 好 下一輛了 這輛應該都叫做 很常見的吧 每天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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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輛是1999年的翻身車 當時是M-Train 這個叫做現代化列車 之後再做修改 也走了20年 有些東西要更新一下 當時推出的列車 去看看 其實後面也看到車廂內的情況 師傅 可以扣 其實遲些再出 可以扣到 現在是八卡 我們只有一架 他已經說明 它是可以扣 還是可以玩八卡 你們知道發生什麼事 不小心爆出秘密 不過 反而車廂內的車廂 vojam 也不用介意 他有沒有特別令它作了 扶手 這些路 這個路 這裏太細緻了 扶手 因為我們比例是820 對 可以扣到 123 所以售後那裏有支針 如果扣完八卡 都很尊敦 挺個人的,澳洲改裝車,大家都很常見 或者再看一些都是繼續很常見的 編號是SP1900,但可能大家看到一段時間就沒有了 因為未來也轉9列,現在12列將會成為歷史 其實都好像長過一般的,不是的,差不多 這架是2000年多期推出的 剛才提及到近距村期,其實跟這架有什麼關係? 我們這架是唯一一架日本的電腦 如果大家可能住近新界區 這架應該經常見到 看一看車頭是紅磡的 重點 計算的話,不是很難配合後面的車卡嗎? 為什麼會後面的車卡嗎?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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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跟這架差不多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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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大家可能是德哥也知道 有些橙白色的顏色 2000年後才會換這架顏色 不過這架是Made in Japan 真的嗎? 是嗎? 是Made in Japan 我們這個無人不認香港 都是香港品牌 香港情懷 自己搞定 反而我自己比較喜歡這架輕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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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輕 旁邊比較高 除此之外,裡面的橙色的椅子都非常細緻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拍到 OK,好 如果新界西的朋友 最多的就是三卡 兩卡 這架比較省的 賣到多少架 路線多 大佬,這些就沒有請錯人了 真的很厲害 接著,近期沒什麼機會搭的一架列車 機場鐵路列車,這架列車是這麼多的價值中速度最高 有135公里可以去到時速 兩個國家的廠盒是合制的 德國設計,製造成西班牙的 德國設計完之後就給了西班牙製造 還有一個特別的別名 可以先關閉車頭 有沒有燈的? 可以留意,最前方有像一個鴨嘴 所以它就叫做扁嘴鴨 名字不太漂亮,不過這架車挺漂亮 還有它貼著上面的電線桿的電線桿都非常細緻 本身都是用了金屬藍來製造底色的 所以整架車的感覺,我都比真車漂亮 不好意思,這裡不太相似,因為車比較漂亮 其實可以看到尾部,剛才看到通洞和玻璃 其實金屬藍來製造本身的機鐵是玻璃門的 所以我們就模仿它,因為玻璃門推開才能過到第二卡 這個也是一個細緻位的買點 好,不差,也拍一拍車底給大家看看 因為我沒有看過 旁邊也有正常的車軌,叫做軌,或是鴨嘴鴨 這些有多少卡 好像都是8卡 所以我想說,Tiny這招就高了 會不會出路軌? 會不會出路軌? 我還沒想到 想想它好 這是財路 上去又學到東西 嘩,真是很懂得說 好了,地鐵系列,今天的最後 這輛我真的沒有回答過 凍感號 我沒有錢回答而已 有關係嗎? 那輛車是有的 你也是有的 謝謝你 我想說,沒有請錯人 沒有請錯人 老闆 說多兩句 好,我們介紹一下這輛廣深高速鐵路的動感號 他有一個兄弟的和諧號 參考他的設計 現在是一百年才行的 銀色和底色配上一些紅色的線條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橙色這個位置 有一個寓意 給大家猜猜是嗎 龜是發財 龜是發財 不是 快 橙色是快 不是,我就是不明白 飛龍的意思 有一個形狀 不是橙色是快 為何橙色是快 不是,我就是不明白 所以有奧法 應該是形狀是快 飛龍的意思 飛龍的意思 好 如果說車型 這樣算法 這一輛 我真的要配後面那些 就要另外出過一些不同的車卡 嘩 又想到那條水 我想說你車頭買一輛 你真的要償 你後面那些才拿 車頭不只一輛 我第三次說 老闆,你沒有請錯人 車頭不應該一輛 好 本身其實也看到 他的字都是移印上去 有一些很仔細的車窗 因為車窗可能是跟足 你想看透裡面的細節位 比較難 不過我可以跟大家說 車的座位全部都做足 每一次都會拍攝車卡 透明車門位 其實原則上可以看透明車 報姐你不說 我不知道這些橙色是飛龍 這是藍色 這是真心厲害 設計就是這樣說 好 又可以拍攝遠一點 看看現在的六輛地鐵系列 什麼時候可以賣 官方說是4月29 但有些營業 即是7月71 全港八幣多間 在七十一到上 但有些營業 可能七所謂一萬 都會派到八百多間 所以會早兩三天 便會派到六店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反而Tiny自己本身的商店 有可賣嗎 沒有 真的只有七十一 每年都有一次 每年都有一次 一期一會 很糟糕 想錯了什麼 我剛才說一期一會 就是一生人一次 是嗎 我每年一次 你讀少少 不要緊 支持就一定支持 如果大家都喜歡地鐵車 我突然想起一些事情 我沒有特別說 儲存地鐵前的車仔 我真的沒有試過比較 不過我相信 如果鏡頭前面的朋友 有玩開 MTR以前出的那些金屬列車 都真的可以自己拿上手做 玩兩次 地鐵前很少出這些模型 可動就更加少 所以我覺得我們是很罕有的 如果出到可動的話 也有 因為我都有駕水晶車 比例有些不同 我們出這些比例 就是拿得出去玩 拿得出去玩 我喜歡這句 小朋友 現在不行啦 喝茶的時候 推一下車仔 好 如果只講地鐵 我相信先講這裏 因為我們還要介紹前面這一堆好東西 終於講巴士了 好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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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再試試一下 哈哈 太大 OK 好的,這個 好的,那是甚麼 接著這個 你對 這個…這個不用 我來看你,放在一起 很可憐 輕鬆一點就行了 對,輕鬆一點就行了 那需要不需要剛才埋尾再補單一點嗎? 可以,可以 但我忘了說什麼 哈哈哈哈 那是說巴士 是,好 好,那是說巴士 好,那現在… 好,那叫做… 好,那叫做地鐵 我想先說這裡吧 始終前面還有一大堆車要說的 這次要繼續介紹的巴士系列 或者… 近我這邊的說吧 好,隆重介紹 DMS 我再說多一次 DMS系列的訓練車 你一邊不要說這樣 對,為什麼? 我習慣了 因為重要的,我要說三次 其實我只說了兩次 真的要說回這輛DMS系列的車 這輛是中巴士 中巴士已經下了一段時間 你原來有中巴士 這個就是我們懷面的過去 這個就是中巴的訓練巴士 就是DMS的訓練巴士 對,最重要的是… 就是這塊磁鐵牌感染 就是巴士站的磁鐵牌 特別是在七十一紀念版上 做一個很特別的 即是很有紀念價值的產品 其實磁鐵可以貼在電腦 還有電腦之類的地方 還可以貼在頭上 挺有創意 像不像一雲? 像一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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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當年同樣地是藍色的金屬座位 我聽說而已 我沒有坐過 旁邊的槍花都跟足了 如果是一些巴士迷來說 都對於這些槍 完全不會覺得陌生 也完全地把當年這部DMS的巴士 忠實地表現出來 車尾用回移印 把當年的訓練字樣 車牌等等都記錄出來 所以這部DMS是很值得買的 無懈可擊 這樣銷售 稍後繼續由中巴跳去九巴 61號X 這是什麼巴士? 這是一部白板富豪 其實你見到他的廣告 可能有些人資深的巴迷會知道 他是一個九巴士廣告 現在沒有了? 九巴士廣告 這個機構仍然存在 是義工組織 歷先打了少少 1995年開始 你怎麼會跌? 不要嚇死 1995年開始 一部義工組織 是屬於九巴 最重要的是 剛才我想強調的是 帶他少少 九五年 大家自己想想想 是 16年 早少少便失落 都年輕 其實我見這個拉花 如果巴士有 你老闆又會想想 你一出這個 那些都真是死定的 我想說 亦都是見到 我很喜歡拍車尾 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本身 這些細節位的移印 最太後面 對 這些男人沒有辦法 反而有少少 散熱排氣 都是用回這個移印的 摸下去很貴 很緊張 摸下去很平滑 沒辦法 說完DMS 太棒了 另外就是 我想大家看一看 連結 連結 頭輪 中輪 都是凸 後面的 後輪 都是用回 當時的車輪 真車 對 全部都是跟足 六十一 因為有X去哪裡 車頭 對 脫沒 厲害 九巴油 也是那句 很高 如果不是九巴油 如果是老夫子油 又怎樣 老夫子是更嚴重的 我覺得 老夫子是更嚴重的 坦白說 不要介意 純粹是市場的走勢 我覺得這一屆應該是最好賣 這一屆一定是最好賣 因為我也很有興趣 六人尋味 E500系列 六人尋味 對 老夫子很經典的故事 當時適逢五十週年 加上九巴油 八十週年 所以就推出了這輛車 之前推出了一輛牌 但這輛有什麼不同 鏡頭先看看旁邊 旁邊看到盧牌位置 其實是三條八的 很吉利的數字 車尾也是八八八 轉一轉去看看 大家看看 不要以為車尾和車身是八八八 但車頭是一堆中文字 刺拼二十一世紀 很明顯現在正在玩 趙先生哥哥 不斷前後 中間 為什麼會有這個 當然這條路線 不是在街上走的 是參加一個舊巴的活動 所以會有這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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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人尋味 其實我 也有些少許 dead air 反而是想大家留意 車身的移印或拉花 作為一輛銅巴 這條路線 這條路線 真的 漫畫迷也好 巴士迷也好 都很難抗拒 而且本身的字 老夫子 內人尋味五十年 這些情緒 就是興奮 很開心 內人尋味最出名 對 根本是看老夫子 其實老夫子每一本 一定有內人尋味 有九頁都是內人尋味 好 看完我覺得最吸引的巴士 其實也是吸引的 就是一些大家在街上 都比較常見 現在還在服役的巴士 是嗎 如果這一架 剛剛手工 不是剛剛手工 它有些改良國 這是改良錢的 我明白 這架是man95 它是一個首行版 其實可能很奇怪 一些人會覺得 不是巴士迷就未必知道 它旁邊 你見到司機位 對上的旁邊 是說的是黑色 其實現在應該是沒有了 變成金色 為何會是黑色的 當時是黑色的 這個是手行的 即是落地無機 手行的版本 因為說不切 油不切 所以就黑色 不夠油不油 不夠油 不夠油 現在就已經沒有了 在街上不再見到 是這樣的 還有其實它車頭和車尾 都跟現在的版本不同 車尾就見到man's 都是銀色 但是現在都已經 另一個顏色 都可以看看車頭 因為我特別想 鬆回駕駛位 其實都很細緻 本身軚盤 就是用了黑色 另外契位 也是用了灰色 本身大家坐開 都對於這個 上層也好 下層也好 這個粉粉的 紅紅的 契位 都完全釋放 果然 真男人 我喜歡 好 看完這把金巴 對 都來個紅色 沒錯 不停地這個 九巴系列 這個就是B8L 現在在鬆緊的位置 最重要 玻璃梯 為什麼是玻璃梯 因為透明斜照 可以看到外面的環境 對 旁邊的玻璃窗 可以透過一條梯 如果有女士 穿得性感少少 走上去 那會怎樣 應該沒什麼事 網風吹過 你不要在旁邊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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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男士很少對眼 應該都很少到處看上去 真男人 對 這樣說話都說得出真 巴士都行不順 大佬 讓他知道 這輛車頭的路線牌比較特別 因為這個落船版是未出街的版本 所以就展示出來 HAND OVER 1,2,3 不好意思 我也想網路 這輛車頭的路線都行 HAND OVER 1,2,3 這輛車頭的路線都行 阿德哥剛剛說老夫子 就像CAMING看高的時 但以我們來說 可能這輛車頭的路線 就看高一時 為什麼呢 因為BMAEL是我們新武 新武 之前未出過 終於說的是新武 一武多用的 大家知道發生什麼事 不要經常說 要新武 所以這輛巴士一定是很引頸 這輛巴士一定是很引頸 接下來做什麼版本 可否透露一下 做版本 還有一輛白色 一輛黃色 哪一輛就不要說 我喜歡 期待一下 留意我們 Tiny的網頁相信大家都看不少 不過這輛車底 比其他車更加交足功課 當然是那些底板的紋 好 巴士來說 不賣齋了 賣齋當然是找一輛最新版本 最新版本的車 介紹一下 剛剛說完這輛是新武具 這輛車頂的部分 車頂就新武具 對 很特別 也是的 我沒有花功夫 沒錯 其實你這樣看 就好像平面 但其實可以摸它 其實是太陽能版 對 太陽能版 太陽能版 環保 最近也會推銷環保 舊巴士也有環保功夫 有了這塊太陽能版 可以在停車時 都推動機器 令車沒那麼熱 環保我也很響應 反而我自己 很少 不過當然我在地平線網上 我未必知道是太陽能巴士 不要介意 是否只有烏溪沙 這輛車 因為這輛車已經是第二代 之前已經有很多在街上走 其實第一代和第二代的分別 是否第一代就只有 嘩 要走 第一代有24塊太陽能版 這個是28塊太陽能版 而且會陸陸續續 越來越多 在街上看到它 可能是在天橋上 只會看到它 可能大家走天橋 看看街上 會不會有什麼特別的車出現 正如剛才所說 我自己覺得最精彩 就是車頂的太陽能版 因為本身 其實就這樣 未必拍到 但其實摸下去 就感覺到 紋路和質感 全部都是凸的 有凸凸的 沒有辦法 靠手 忍不住 你不要擺在太陽邊 嘩 都是 說實話 其實我相信巴士迷 收藏這些車 都不會接觸到陽光 在描述櫃裡 有空拿出來看看 甚至 就像我這樣玩 有些東西賣兩架 剛才有一個玩 一個草 正常的 好 可以做一個長鏡 看看這個車陣 又是何時可以賣 又是剛才說 4月29日 其實是同期的 是 12架 不知道 還有3架 聽下去 官方說4月29日 但又有機會 剛才提及的 問題 可能會早兩三日 大家記得留意 29日 今天是24日 23日 好 準備定個荷包 沒錯 剛才說了 除了12款車之外 還有幾架 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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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選擇 有什麼 可以選擇 遠一點還是近代 遠一點 遠一點 好 我想說這一架 都是舊護車 可能鏡頭要 我想說 很明顯 什麼叫做 買盒送車 這個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請繼續 其實你也看到它有一個藥盒 裡面不是裝藥的 真心鑽 這是一個80年代的護車 真的 真心鑽 對 開一開來看 或者我也看一看 多一句 既然我是買一個盒子的話 就無論如何都要拍一個盒子 這個盒子 要盒子很棒 不是 我相信設計那個 你老闆應該要加他人工 設計那個很厲害 大家看到本身 其實這一架80年的白車 我相信如果有玩開Tiny的話 這一架都不是第一架出的 對 你又有些 對的 但是有些更改的 我們不會玩 這招就是絕 對 我們不會生平舊酒 怎樣也有些更改的 好 至於有些什麼分別呢 麻煩德哥幫我開開箱 那盒子不說了 還是那句 還有什麼好說 對不對 還說 還說 我又不理會 我又不懂字 對不對 好 這個開真的有點難怪 剛才說先開了 大陸 交給你 我真是膠底 我真是膜不起來 好 好 真的要介紹這架小車 好 如果大家有儲開Tiny的話 之前的一架一定有 但是 對上的版本 這次改善的地方是什麼 可以轉圈 轉圈 給它 好 英文 可以看著 其實 可以看著 車頭位置 之前是一個警察 這次有中文救護車 哦 是 是 那 主要就是這裏 這裏不同 還有車身的車牌 其實它的車牌 就是它的車隊偏好 這裏有改過的 這裏有改過的 因為有些朋友是喜歡 這裏有些回憶 但我真的未見過 這裏有錯過的 我未見過 我不是未做過 我未見過 我沒見過 車頂的燈 用了這個透明件 另外 車尾用了移印 而車尾燈 又用了金屬的賞色 車尾的車門 這個弧形 都挺有印象的 這個是 是 金拱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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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好搞 還有 我可能也未必夠光 但本身是 車側跟這些透明的窗花 可以看進去內籠 有些細節的 還有一句 又拿回盒子 大家喜歡儲盒的話 唉 你真是輸給他 雖然 錢也是要付的 沒得到 Next 這些才是經典 這些是真的經典 好 下一架 近一點 這個 看完救護車 我們繼續看救護車 我們穿越過時代 又回到現代 剛才是80年代 現在呢 救護車是18年時開始試行 這個放進去我的牛仔 首先 我都不爭在 嘩 厲害 考我擺不擺到 穩穩 有沒有手震 但是玻璃來的 有些 好 成功了 好 174 這就靠Walker的功力 如何鬆口 本身包了三個人仔 兩個人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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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得西 那真的要 我們要展示給別人看 轉頭 我看看這輛A447 近一點的救護車 黃色救護車 其實我們有出過幾輛 但是這輛的不同之處 就是 不知道鏡頭會不會拍到 因為其實它車窗 以及兩邊 加上防風網的設計 其實不只車窗 可能大家看一看 在車頭前面燈都會有 對 沒錯 你不要小看這輛Sony A4 不想看得清晰 其實買回家 買相機 老實說 你能看得到這輛節目 看得到這些東西 不買的了 太硬了 要推銷買相機 對 不買相機 這輛S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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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其實如果大家 都 有上開一些 Facebook 手推車 我買了廣告 是上手推車的 其實裡面 也有很多介紹 另外 TOMICA 群組 也有很多高手 做一些很漂亮的 1比76的場景 這個我都很推介大家 上去看看 玩一下 分享一下 也是那一句 這輛車 我覺得最值租的 除了這輛車 本身的拉花 也跟到貼外 你送一個打橫的 給你 真的 買床 送車 買車送床 還有一個打橫的 真的問他死了沒有 好 說完這輛A447 重頭戲 對 大家引頸以待 特別是Tiny迷 我相信這輛車 都應該可以滿足大家 對 分量都很重 消防泵車 厲害 又是新無巨 第一次買街 如果大家喜歡玩Tiny的話 其實消防車都出了很多款 但今次這輛消防泵車 是新無巨 介紹一下 雙拉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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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除了車頭 車頭和底盤部分 就是Scanier 對 鏡頭這個位置 可以看到 這裡有一個SK Fire Logo 其實它是SK Fire的拉筍 就是車身的拉筍 我們這輛車有兩個拉筍 比較特別 簡單來說 成本又貴了 對 老闆又收拾少了 對 誠意 誠意多了 第四次說 老闆你沒有請坐 對 加上防風網 我們也有防風網的設計 這輛車是白色的 銀色的 應該是白色的 銀色的 銀色的防風網 大家可以去看看 這輛車 本身這輛車 我都覺得出得很好 特別是閘、大檔、側檔都很細緻 還有本身有頭盔 是車頭的 是的 我這位都看到 這個真的要說一說 因為之前出的消防車 一般很少會做細節位 但為何放在頭盔 其實因為一般我們 可能大家不在意 如果一般放在消防車上 其實消防人通常都要放在頭盔 以作不是之需 所以我們今次就 專門把細節都做出來 其實大家可以除了留意的車外 可以看一看盒子 可以放一放上來 其實盒子也很有誠意 後面是真消防車的照片 就是我們這輛車的照片 我們跟著他來做 讓大家看看當時的情況 他真的有個頭盔在前面 不要騙人 我們做事認真 對 跟著足 非常好 我們事事關心 為何會覺得這輛重頭戲 除了這個本身叫做新帽之外 因為我老闆等了40年 是的 我老闆說他等了40年 終於有一輛正宗合金香港的消防車 厲害 等了40年 真的不簡單 等了40年 真的不簡單 這個雲梯動不動可以嗎? 不要搞 沒有 還有沒有其他東西想展示一下 剛剛有說過 雖然今次我們沒有配到人仔 但其實在我們店鋪 如果大家想買一些配件 配件 配件 可以真實一點 其實可以去我們店鋪找一些 小比例的人仔 可以放一些車 好像剛剛救護車 一樣 賣救護院 消防院 或者路人 我們都有 有差別的 我怎麼知道 這個有個私人 他留在裡面 你的私人不舖頭 組織一個小牆 只要幫你小香港 在自己家裡 那樣可以 其實人仔都有很多選擇 有職業 有路人 有消防 有救護 有肥私人 等等 這份未必多 因為我們都出到十三四款 還有些製車師傅 我們有美女也有,坐在那裡有一個,還請不請人? 好,我們暫時介紹到這裏,如果大家喜歡的話,留意七仔 到其時七仔裏面有哪些款?祝你好運 有沒有補充? 沒有補充,總之4月29日有官方日子,但有機會偷跑 親遲一點,運輸也需要時間 今次說志翁哥,待會見,拜拜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